各位,由今天開始,我和大家講《紅城囚》的故事。 可能有朋友會問,這個《紅城囚》究竟是一個什麼人? 好像都未曾聽說過。 那倒是,相信現在熟悉《紅城囚》的人都不會太多,尤其是一些年輕一點的朋友。 《紅城囚》是一個歷史人物,是一個出現在三百多年前明朝末期,以及清朝初期的一個著名人物。 他既是明末的眾神,深得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皇帝的器重。 同時,他又是開清的功臣,深得清廷的重用。 可以說明朝的滅亡,以及清朝的建立,都與這個《紅城囚》有著密切的關聯。 最起碼當我們提及到明亡清開這一段歷史的時候,一定會涉及到這個《紅城囚》。 在歷史上,《紅城囚》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被稱為《川古異臣》。 好了,要講這個《川古異臣》的故事,那就要先帶大家回到三百六十多年前的明末年間。 在崇禎十五年,也就是公元一六四二年,時值三月天時。 雖然已經到了春天,不過大明帝國的都城北京,都還處在寒冷當中。 為甚麼呢?因為三月的北京,正是風沙肆虐的時節。 漫天的風沙,再加上早春的寒氣,使得這一塊古老的煙照大地,顯得格外的消失和淒冷。 這一天的黃昏,落日就已經西沉,天空上烏雲脈寶。 京城的郊外,跑來了一匹哨馬。 馬是從塞外那邊來的,正向著京城的方向飛奔而去。 隨著急速的馬步聲,也都聽到騎在馬背上的哨櫛, 聲音很沙啞,聲音很沙啞,聲音很沙啞。 再看看騎在馬背上的哨櫛,整頭整面都黏滿灰塵,連眼耳口鼻都看不清楚。 而他的身上,衣服全部都是濕的,好像剛剛被人從水面撈上來的。 至於他的面上、頸上流出來的汗,全部都是烏雀、濕粒粒的。 只見這個哨櫛,一手僅僅扣著馬的棕帽,另一隻手就駁在這裡用馬邊去抽馬的屁股。 兩隻腳就將馬身接到實實,屁股還離開馬鞍,跌到高一高。 整個人就好像站在一匹馬上,不斷向前衝。 再看看那匹馬,早就已經是新水新汗,紅頭救臉了。 一見這樣的情形,經家的百姓就知道,一定又是關外的戰事緊張,軍情緊急。 那匹馬就像戰一樣,很快就射到京城的東門。 而馬鞍上報軍程的兵中的喊叫聲,一直都沒有停止過。 報!重鳥堂!報! 咦?報信的兵士和馬匹就死趕爛趕了。 不過,所謂京城東門的將士,似乎就不是那麼緊張。 他們很早就看到這匹馬遠遠跑來,也都不方不望。 見馬匹跑近了,才有個士卒不斷走前兩步。 不過,這個士兵並不是上前來迎接報信的哨出的。 而是很傲慢地伸出兵器,做了一個攔阻的姿勢,並且大大聲地說, 停下!在這裏落馬! 交出文書,有人會替你上交的了。 那匹哨馬跑得很快,現在突然被人攔住,一下子收不及步。 只見他前提騰空,靠兩隻後腿支撐,好像人般站立,用噴屎聲般不斷吹叫。 馬匹上的哨出差點被抖下來。 哨出死死地抓緊馬的中毛,兩隻腳將馬套結到實實,控制著匹馬, 等馬匹在城門前原地繞了一個圈,才停得住。 那個哨出沒有落馬,他在馬匹上用馬邊指著守城的士兵說, 我是來到軍情的,從寮戰士緊迫。 洪大人要我將書信親自交給兵部尚書陳大人, 誰阻擋,贏了軍情的,軍發嚴懲。 誰知守城的兵士都仍是不慌不望,一點都不緊張。 個個都是闊老爛你,日月採你都傻,不斷在這裡冷笑。 為首的一個頭目,還舉起一面令牌,對這位哨出喝回頭。 這裏是京城,你以為是山野邊疆? 京畿仲被發令如山,所有的上疏民節,一路經由守門的將士轉交。 兵部的文書也是一樣的,由守門的兵士轉交到兵部衙門。 至於你們這些宋聖的哨出和馬匹,只能在逆站休息後面。 這些是京城的法例來,任何人都不得违抗。 如有违抗者,拉去刑部驗法。 嘩,一番話說得斬釘子鐵,說得勝氣令人。 聽到這樣說,送信的哨出只好翻身落馬。 落馬之後,他呆了很長段時間,才震騰騰地揹在背後的布包。 然後拿出那份用皇嶺包實的咒疏文節,遞給守門的士兵。 不過,他似乎還是有點不服氣,兩隻眼睛不斷看著那份咒疏。 那份咒疏被守門的士兵拿在手上,慢吞吞地被帶進黑凍凍的城門。 然後漸漸又消失在夜色之中。 突然,那個哨出啼啼啼聲,整個人跪下了。 他已經對著城門,抹大喉嚨大聲地喊。 皇上呀!皇上! 松山被青軍包圍了! 我們幾萬將士,危在丹直呀!皇上! 說一說,竟然還哭了出來。 皇上呀!被為在松山的幾萬將士。 外母援兵來救,外母糧草頂土。 撐不到多久,皇上! 我們試過幾次突圍,但都被青軍打回城,死傷了很多弟兄。 從山城外,充滿了我軍將士的屍體。 可謂屍職如山,血流成河呀!皇上! 皇上如果再不派兵去救,不用幾天, 從山城就一定失守。 洪大人,洪大人就... 皇上呀!皇上! 皇上呀!皇上呀! 皇上呀!皇上呀!皇上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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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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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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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過去拉他那匹馬 然後一前一後 將哨卒和哨馬送去驛站 於是連續五天都是這樣 不停有哨馬哨卒 從關外飛跑回來京城 前後從松山 一連發回來十八道軍情緊急的奏疏 一道急過一道 一道緊過一道 這些奏疏是發到去兵部的 是發到去兵部尚書 陳真甲的手上的 這十八道奏疏 就好像十八支箭一樣 一直射到來兵部大堂 一直射到入兵部尚書 陳真甲的胸口 接到奏疏之後 陳真甲一年幾日都說自己病了 沒有去上朝 天天就躲在家裡 不是墳鄉拜神討過 就是在屋裡騰來騰去 來回地度過 在那苦思冥想 早晚焦急難忍 終日茶飯不思 其實 那些奏疏就已經來了好幾日 但是陳真甲 都未曾情相去被皇上批閱 最先接到奏疏的時候 陳真甲還以為 只是一般的軍情 沒什麼重要 反而將洪城酬有難的時候 得到及時的救援 獲得了成功 受到皇上的家長 而危及到他自身的權位 於是他特地將洪城酬發力的奏疏壓住 不尚情被崇禎皇帝 誰知道後來局勢就越來越惡劣 再想謀劃拆應 已經錯過了時機 無能為力了 所以現在陳真甲 實在不知道 應該怎樣向皇上稟佈 說回這次洪城酬被困重山 過程大致是這樣 崇禎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一六四零年 五月的時候 清皇太極派兵遺戰錦州 遼東的虎臣優文養 鎮臣祖大壽 立刻十萬火急地走到京城 要皇上發兵去救援錦州 於是在第二年初 崇禎就任命洪城酬為繼遼總督 並前後徵調 王婆 唐通 曹邊交 吳三貴 白廣恩 馬科 王平臣 楊國柱 八位總兵 統出十三萬大軍 出關救援錦州 戰時初開的時候 明軍進展順利 頻頻都有打勝仗的捷報傳遞回來 使得崇禎皇帝十分之開心 一味地說 嗯 城酬得負朕之良苦 不愧為大名的棟梁啊 誰知道打沒多久 洪城酬就竟然上疏朝廷 說這次解救錦州 是不能夠速戰速決的 只能夠打消耗戰 打持久戰 只有將清軍拖窮拖垮了 我軍才可以尋找到機會 繼而一股酌氣將清軍殲滅的 但是 這裏上午 首先就被兵部尚書 陳新甲反對 陳新甲認為 十幾萬大軍出征 微時抗日 時間一拖耐了 士氣銳氣都拖沒了 那又怎可以打勝仗呢 所以他就堅持要立刻打 要打閃遍戰 要速戰速決 其實呢 崇禎皇帝對洪城酬的以守為戰 還是陳新甲的以速為戰 心就沒什麼底的 他自己也都沒什麼主張 只但是 他最後都是採納了陳新甲的計謀 下令要洪城酬 立刻進攻 以求速戰速決 同時 陳新甲為了保證洪城酬 聽令出兵 還派出兵部織方郎中張若綺 帶上崇禎皇帝的聖子 前去督促進兵 沒辦法啦 既然皇帝和兵部尚書 都堅持要立刻打 那麼洪城酬 也只能夠進止開戰 並且按照陳新甲的意思 將部隊一分為四 分四路進軍 初時 明軍都有些斬獲的 取得了一些零聲的勝利 那個前去督戰的張若綺 就好得知感 不斷抹袖崇禎皇帝 說什麼這些聖像 全部都是靠兵部尚書 陳新甲 陳大人的高明主張 說陳新甲 這次真是運籌為鞏 決勝千里 崇禎當然是開心啦 打勝仗啊 是不是 於是連連下旨 要洪城籌 黑旗進兵 沒想到 才前後幾個月時間 十幾萬大軍 竟然就被清軍團團包圍起來 就亦沒有打勝仗的消息不單止 反而高級喉緩的咒疏 就一度急著一度發回來 先是總兵皇帝 帶領本部兵馬逃跑 結果遇上清軍的埋伏 全軍幾近覆活 跟著 吳三貴 白廣恩 唐通 馬科等六陣殘兵 也都先後逃盾 潰敗至恆山 再後來 就輪到那個 奉命前去督戰的張若綺 跟著敗兵 坐船 從海上逃回去寧院 現在 只剩下紅城囚 總兵曹辯交 黃庭辰 以及遼東巡撫 幽文仰 被死死地 圍困在松山城 與軍民患難防守 求援兵 國內已經再沒有 次援的兵力 可以抽調的了 要糧草 哎 古代戰爭 又沒有空中運輸 就算有 也都沒有可能 將他運送到被青軍 重重包圍的松山城 現在的松山城 就好像是已經斷了線的風箏 只能夠聽天由命 除風飄蕩 任由狂風 將他扯碎搞爛了 局勢就是這樣 面對這樣的局勢 你說身為兵部尚書的陳真甲 又怎會不心急如憑 如坐針戰呢 所以這幾天 他都借口有病 說身體不舒服 沒有去上朝 每天都躲在家裡求神拜佛 墳鄉 討告常瘡 陳真甲 好出力的 嘆了一口氣 右手握住拳頭 在左手板上面 不斷扔 一副大難臨頭 無計可思 其實 他現在擔心的 已經不是松山的局勢 已經不是紅城囚 和那幾個總兵的命運 他最擔心的 其實是他自己 這麼多積壓下來 十萬火急的就疏 沒有上程被皇上 延了軍機 該當何罪 每次他想到這裡 陳真甲就會整身打冷震 無管都凍起來了 他整個人發抖鬥感 動都不動 兩隻眼死死地望實一個地方 他覺得 崇禎皇帝那對銳利的眼神 好像正在望實他自己 目光威嚴凌烈 陳真甲想 皇上辦事 歷來都是尊斷的 堅持了事無巨勢 一旦被他知道了的事 是一定會追查到底 從來都不會放過的 尤其是關乎社職 關乎國家的大事 今次松山之戰 是關乎大明朝江山 還能不能夠穩固 是關乎社職安危 關乎國家安全的大事 崇禎又怎會下台 怎會輕易放過呢 近年 因為李智成作反 為了剿殺農民起義 國力兵員 已經好損了大半 可謂文無寧日 觀心惶惶 這些事情將崇禎皇帝 搞到日夜煩惱 人亦都變得越來越 喜怒無常 所以下臣疑慮重重 從來都不輕易相信一個人 從來都不輕易相信一件事的 在這樣的情形下 如果將自己壓住 紅城籌十八度軍情就疏的事 如實地稟佈 那豈不是將自己的頭殼伸到雜刀底下 哎呀 欺君之罪 豈不是連累全家 更加是豬連狗族家 越想就越害怕 想到陳真甲頭都爆 想到他的心都不值得跳了 想到他冷汗直飆 這個時候 一陣夜風吹過 將陳真甲吹到幼市 全身冰冷 不停打冷震 他急急走到大堂 親手點起一炷香 高高舉起 然後 雙膝跪地 對著祖宗的牌位 土告起上來 烈祖烈宗 不後生 陳真甲剛剛開口討告 突然間 有個家丁闖進來 低聲向他等報 等告老爺 府門外有人求見 問 三家盤爺 哪有政府求見的道理 走開 不如其來的打擾 更加是將陳真甲的心 搞到動蕩不安 那家丁就說 老爺 那個人說 他是洪總督的家人 剛剛從廟前線 走回來京城 說有機密要事 稟告老爺你的 陳真甲一聽洪總督三個字 整個人即時震了一下 他定了定神 嘴默默地 一時都不懂得說話 跟著才擺在手 吩咐那個家丁 快快點帶他進來 那個家丁剛剛想轉身 陳真甲又說多一句 慢著 只准他 他一個人進來 其他的人 一旅不准進屋 放心老爺 就來了他一個 聽到這樣說 陳真甲的心 才略為鎮定一點 他在堂上 量了幾步 整理了一下衣冠 然後坐好 等求見的人上來 他心裡在想 究竟來的人 帶來的消息是吉 又是胸呢 一陣急速分裂的腳步聲 很快就傳到來拜堂 隨著開門聲 一個整身血跡的人 就滾到陳真甲的腳邊 嚇到陳真甲整個彈起 那個整身血的人 對著陳真甲大聲地叫 老爺啊 我就是洪大人 洪大人這次慘了 話口未完 就整個人向後的關 即時暈倒了 各位 這個整身血跡的人 帶來什麼消息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